你真的爱我吗 爱你一百年 你真的爱我吗 爱你一千年 你真的爱我吗 爱你一万年 爱情有通货膨胀吗 一个普通男子如何能让数位富婆倾家荡产 各种炸裂的手段看到我脑人都摇晕了 图号今天就带大家看看这部 面具之博爱人生 这男人名叫小渣 虽然颜值远逊于在座的各位 但他却总能受到富婆青睐 你说气人不气人 今天小渣跟富婆A深入交流完 后一秒就面露难思 富婆A那害人的好奇心就上来了 问遇到什么难事了 何解说呀 小渣说自己之前因为在澳门建议勇为 惹恼了黑帮 结果被诱骗欠下了巨额赌债 如果再不还钱 对方就要过来把自己干掉 富婆A心想澳门黑帮多狠呀 陈浩南到澳门都差点被拿下了 我这个小燕姐 哪收得了 你是真有钱没社会经验 这剧拍的时候都21世纪出了 澳门还有没有黑帮我不知道 但赶到内地 那子定没你好果子吃 头套必须给你好顶 富婆A问你差多少钱说话 小渣颤颤颤巍巍的说欠了5万 富婆A说才5万我还以为5万呢 直接取了5万交给了小渣 小渣也流下了泪水 还在说少了 我比你大这么多 这辈子我能得到你的爱是我的福气 他还得谢谢你 今天小渣又物色到了新目标富婆B 他这次有什么招呢 富婆B也是个餐厅女老板 于是小渣每天给富婆B送一朵花 这成功引起了富婆B那害人的好奇心 这次小渣自称是一位研究艾滋病药物的专家 你这生活作风艾滋病传播专家才是真的 富婆B身边都是有钱人 这突然来了个如土豪我一般温文尔雅的知识分子 现然有些新鲜感 小渣也是开门健身直接表白 结果遭到了拒绝 你大概没注意我的年龄 我已经35岁了 小渣表示我也29了 女大三抱金砖 女大六抱俩金砖 但富婆B还是拒绝了他 当然这次拒绝是在小渣的预料之中的 于是小渣老汉顺水推车 直接从富婆B的视野中消失了 在此期间 小渣顺道跟富婆C说了分手 这是要痛改前非新一役和富婆A和B过日子了吗 并不是富婆C自然不同意分手 因为那害人的好奇心又追问了原因 小渣说是因为要换肾 不想拖累富婆C 可富婆C心说不可能啊 我看上你就是因为肾好啊 你换什么肾 左右肾掉个个人没必要吧 小渣这才说是他爸换肾要花钱 于是成功从富婆C手中骗走五万 你看看现在都是为彩礼发愁的 这小渣都有副彩礼了 这天富婆毕业几天没见到小渣甚是焦虑 终于一天他接到了小渣的电话 好一招欲擒故纵 35岁的富婆哪受得了这36计 两人再次重逢把酒延婚 小渣本欲通过灌醉富婆B 以达到灌醉富婆B的目的 可没想到富婆B的酒量比我饭量都大 眼看再喝下去 小渣就真得换肾了 好在这时富婆B女儿送出助攻 直接在家里病倒了 小渣不是后爹胜死亲爹 将富婆B的女儿从家里照顾到一跃 这让富婆B十分感动 两人再次举起酒杯 我干了 你随意 怎么干随意法 导演也知道我们这些正直的观众 都是来看反诈知识的 于是这段庸俗的随意就没播 随后两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那基本上就是衣食住行 各种花销全给包了 这富婆B哪是找对象呀 你这是给你女儿找了个亲哥吗 小渣也适时送出暴击 告诉富婆B已向父母透露了两人的关系 很快就可以将爱情转化为亲情了 不过小渣的爱情可不是留给富婆B一个的 这天小渣正在和富婆弟谈婚论嫁 你真是初代时间管理大师 今天这位富婆弟很明显更加年轻 而小渣的人设也变成了刚毕业的大学生 人设和土豪我一样 除了一张英俊的脸庞 其他也无所有 可是富婆弟也并不嫌弃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结婚的钱你不用操心 你有什么要求 这是不是反了吗 我娶你 还让我提要求 这有什么吗 男女平等啊 刚巧小渣发现在同一餐厅 还有两个帽子叔叔正在用餐 一般骗子那肯定慌得一笔 但是小渣那不是一般人 他直接偷偷去给帽子叔叔把餐费结了 叔叔用餐完毕 服务员说小渣已经结过账了 小渣还热情的打招呼呢 有空过来坐坐啊 好好好 谢谢哦 刚才这个人是谁啊 我怎么知道 我以为是你朋友呢 我以为是你的朋友呢 好像哪里不对啊 当我还在纳闷 小渣为何这样做的时候 他这才图穷避屑 原来富婆弟想送小渣一个结婚礼物 怎么说 我也得买借你心爱的东西送给你啊 他对富婆弟说 他想要一个魔头 富婆弟说 现在魔头牌照多难搞到呀 小渣说 我刚那两个警察朋友就是管这个的 你把钱给我 我就能搞定 就这样 又顺走了好几万 What the f*** 游走在如此多富婆之间 小渣当然也非常谨慎 他基本上都是单向联系女方 富婆弟这天也提出了疑问 怎么联系你的时候总是关机呢 而小渣的回答也极具逼格 我们单位是国家级的新药研究单位 高度保密 调二号码 不准对外 这是纪律 诶 你还别说啊 时至今日杀猪攀诈骗都还在用这套话术 但情人一多呢难免就要顾此失彼 这天小渣就被富婆A撞见 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眼看就要露馅 可面对富婆A的质问 小渣仍然无比镇定 并开始了他的表演 他首先是失口否认被富婆A发现的一切 言诚一定是你看错 什么 随后质问对方怎么没有当场捉奸 什么 接着在指责对方对自己的不信任 什么 然后用自杀来证明自己本来就不存在的清白 nice 面对这套连招富婆A都自我怀疑了 当然是选择相信他咯 毕竟人们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愿意相信的东西 他又再次扑倒在小渣那油腻的怀中 那这么多人就没人查查小渣的底细吗 诶 还真有 这天富婆C居然直接前往了小渣透露的老家 可在那里尽查无此人 哪怕被富婆C泼了一连水 小渣仍然从容应对 人世间要是没有误会 就没有戏剧了 以前我告诉你那个地址 是我养父的地址 虽然你这次找错了地方 但我还是 还是非常感激你的 你真是吃铁丝拉赵脸 你真能编啊 而富婆C居然也信了 另一边眼看已静和富婆B谈婚论嫁 两人一起去买了一套房子 当然不用我说 大家都知道 这首付钱基本就是富婆B套的 为了庆祝两人买房好事将近 当然要庆祝一番 可谦卑不倒的富婆B 这次还是败在了安眠药下 趁着富婆B睡着的时候 小渣偷走了买房的文件 赶在富婆B第二天睡醒前 直接全款将房子退掉 从此人间蒸发 真是良心开发商还能退钱呢 富婆B在意识到自己被骗后 他选择了报警 而当时的侦查手段还不比现在 一直用假名的小渣就这样查无此人了 好在富婆B曾经送给小渣一个手机 他从通话记录中找到了富婆A 可即便是伪装被揭穿 富婆A仍然不愿出卖小渣 这才是真爱好吗 喜欢潜逃的小渣在路上 又遇到了一个女大学生小美 她伪装成小美的校友 假装自己钱包丢了 博取小美同情 从而躲在小美租住的房间里 小美甚至还和同学一起 为她凑了生活费 如此真诚 竟然把小渣都给整不好意思了 这让小渣突然良心发现 留下书信 坦白了自己的身份 不辞而别了 这多少有点科幻了 而与此同时 经过长期思想斗争的富婆A 终于被富婆B说服 联系上了小渣 想色诱小渣 但是觉得可能行不通 于是利诱小渣出现 最终小渣没能抵住利益的诱惑 刚一露面就被帽子叔叔拿下了 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你还记得吗 我还经常吃过饭 虽然是2002年的电视剧 但是诈骗的手段万变不离其宗 还是很有谨示意义的 希望大家在遇到富婆高富帅的时候 冷静一下照照镜子 心中想想两个问题 为什么 凭什么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